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视频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这两天早上 都有很多香港人去西九法庭 继续支持黎智英先生 有些香港人都这么说 我们不只是支持黎先生 我们还支持香港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我们去支持 我想还有一个补充 还不止 多谢你们 很想和你们说一声,充心多谢 不要忘记你们是带我们很多离山的香港人 一起去支持黎先生 支持新闻自由,支持言论自由 所以很感谢大家 不要忘记我们 我们人在外 我们没有办法去庭上为黎先生打气 但是希望在你们的心中 带我们一起去 让黎先生感觉到我们的存在 在他的路上 不仅有留在香港的香港人 还有离山的香港人 我们一起 继续为他打气 陪着他 这两天都看到有民主党卿姐 刘慧卿 有陈日君书记 还有很多其他 还有黎先生的家人 很多人都去庭上 我想除了黎先生的家人之外 其他有很多人 其实是很需要去见黎先生 第一就是很想见 但是 就算他的朋友 这两三年都不容易可以探望黎先生 我们去探监 黎先生是很特别的物体 所以很难去探望他 甚至有些我不开名的人 曾经保释出来 都有一些地下的条件 国安都跟他们说清楚 你千万不要去探望黎先生 只要你一探望黎先生 我们就立即探望你进去 所以我想很多人都 不容易可以见到黎先生 所以未来的这80个开庭审讯日 其实大家都会很珍惜 去到庭上支持他 我也有留意着新闻 看到很多的报道 就说黎先生是瘦的 但是仍然是很有精神 我想跟我离开赤柱之前 我见到的黎先生 可能都差不多了 我也见到他的就是 他其实仍然很有精神 他有一段时间 其实他的身体不是那么好 不过大概应该是 21年的那段时间 后来他人人都瘦了 一定瘦 但是瘦得来 他仍然是精神的 80天的上庭究竟是什么感受呢 即是 未来的24年 其实有 除了黎先生之外 还有林卓廷 721的案件 一直都会審審至至少 至少至少 至少下年3月之后的事 当然还有47人 47人可能大概是 在农历年之后 可能会知道结果 其实 案件里面的被告 还压在监狱里面 跟着上庭 其实也是一件 非常之辛苦的事 说一下我认知的 黎珊上庭的一天 他会在他的监狱 早上大概六点钟左右 就会有人走来叫醒你 然后就放一碟 微温的饭 接近冷的 几乎是隔夜的 有一块肉 有一些像塑膠粒 那么难吃的饭 还有少少菜 那些菜可能还未煮熟 总之就是 那就是你的早餐 那你就要起床 接着梳洗 拍了饭 你喜欢拍也行 不喜欢拍也行 如果你在一个 还压的状态 有些人都知道 你就可以有权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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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苛刻的 現在的規矩就是你上庭那一天 就算你有吃私飯 私飯的早餐也不會給你了 然後你就要吃了那一碟隔夜 接近冬 非常之難吃 難吃到我不會形容的 我上庭隔夜我就吃不到 我通常咬一兩口 我會有作嘔的感覺 然後就要吃那一碟飯 其實以前不是這樣的 以前或者現在還在荔枝閣 可能我就不太肯定了 在荔枝閣或其他監獄 甚至早期我在赤柱的時候 你上庭有吃私飯 那個私飯的早餐 因為他8點多才來 所以你可以帶出去法庭吃 那你就拿著那一袋的早餐 你就帶著手扣 拿著 然後上車 然後就可以拿去法庭吃 後來就不給了 先是有幾個法庭 地圓、西九龍 就不給囚犯 拿著早餐去法庭 他們很容易 用保安理由就可以了 然後就到監獄 即是回到監獄 監獄 其實荔枝閣那些 就會被囚犯吃了私飯 然後才上車 但是赤柱就不容許了 赤柱 總之最後到今天 就是你上庭 私飯的早餐 你訂了也沒得吃 然後就要吃一碟 很難吃一碗 你吃了之後 早上六點多鐘 早上就會出倉 無論你的捕捷 是早上九點 早上十一點 或是下午兩點半 等等 大概這些捕捷 他都不理你了 所有囚犯就會 大概在八點多鐘 八點鬆一點 就開始出車 去各個法庭 例如高院地院 每個地方就有一架車 然後就會送些人 送些人去不同的法庭 簡單來說 就是保證所有的囚犯 即是上庭的 還押的也好 拍正的也好 有些拍正都要上庭 即是上訴等等 總之保證所有的囚犯 都在九點鐘 就會到達法院 很累 怎麼累呢 出倉之後 大家就會排隊 然後走去一個地方 各大監獄都要去一個地方 就是你出去外面的世界 大家必定會經過 一個地方叫紫毛房 這個名稱由來已久 也是這樣叫 紫毛房不只是打紫毛 要做很多事情 紫毛房裡面有一些鐵籠 困住你 等你上車 你上車之前要做很多事情 這些文件上的事情 接著要見一個官 要見一個早上的官 要告訴他 我的號碼是多少 我今天出庭去哪裡 他會問你有沒有話 還有最辛苦的就是 就是 要安檢 一系列的安檢 這些安檢其實 很沒有尊嚴 首先就是 你穿著一套囚衣 全脫掉 然後在一個懲教職員面前 全脫掉衣服 然後就光脫脫的 讓他驗身 周庭也說過 很難撐 低高腳底讓他驗 男人就把你的性器官抬起 又要讓他看 還有你的臀部的屁眼 又要跌高他 又要讓他看 做很多這些事情 然後就 開始換你準備好的去街衣服 每個人都會擺一套去街衣服 用來準備出庭 然後就換衣服 換了衣服之後 就會開始 還有你戴出去的物品 每個人上庭都會帶多多少少的物品 這個又是很辛苦的 譬如一些文件 有少少的零食 要來頂肚子 然後他又會翻 好像翻天覆地 又要找出來 然後又要逐頁逐頁去看 這些筆記簿 之類的帶出的文件 有時候我又帶上聖經 過程是相當不好受的 看人 看不同的人 我記得當時我換衣服 就最辛苦 因為又穿到街衣服 然後又提醒很多的記憶 每個人都不同 我會比較弱 譬如我老朋友 我記得快必 他就很過癮 他會叫外面的人 有空跟他換一下那套衣服 讓他有新鮮感 我沒有 我差不多一年 幾兩年 我都是同一套衣服 放在那裡 其實 有沒有洗過呢 我都不太記得有沒有洗過那套衣服 你要求可以拿去洗衣房洗 好像是 Anyway 然後 在那裡 紫毛防盜 老婆 還沒搞完 大家 如果同一天上庭 大家都會在那裡 紫毛防盜撞到 我也試過 撞過黎珊 因為我也試過 有一、兩次 跟黎珊同一天上庭 我上灣仔地院 他又上高院 但是我們也會在紫毛防盜 他們會碰到 如果一般的囚犯 黎珊就沒有這些待遇 我們就會被困在大籠裡 大籠裡 總之就是大家在那裡 等著上車 去法院 然後 差不多到上車之前 就開始五花大綁了 我們這些敏感人士 就綁到 一條大鐵鏈 圍著 橫腰 你也看過 黎珊現在也是這樣 如果有些比較輕便 就這樣手扣 一個手扣 就兩個人用 一人扣一隻手 然後 一批一批 就坐上去 那輛籌車 就開始出去 黎珊會不會 仲比我們辛苦 第一 第一 他不會大盤人坐在鐵籠裡 那段時間悶悶悶悶 起碼有些人吹吹水 黎珊就不會有 他一定是一個人自己 在一個籠裡 然後 還有 上車 上車 旁邊有沒有 可以坐到一個人 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就會跟其他囚犯 兩個兩個 坐在一個位置 少少都可以聊聊天 不可以聊得太多 但是黎珊 你可以看到他的車 他的車 我也坐過一次 我就剛剛進去赤柱 我記得有一次 我申請保釋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47人還沒進來 我就差不多是赤柱 除了黎珊之外 第二個最敏感的人 所以我也坐過那輛車一次 坐籌車又有什麼感覺呢? 黎珊那輛車真的很辛苦 OK 差不多是看不到外面的風景 裡面很壓迫 又不是很懂得形容 總之很壓迫 很要命 就算不是坐他那輛車 坐普通籌車 我自己 我自己 那兩年 大大小小 經常都叫出庭 出真庭 我也是很差勁 總之我是比很多人差勁 有很多種不同的心態 有很多囚友 他們都很享受會出下去 就是叫做遊車河 至少是遊車河 看外面的街道 我看不到 我差不多是很多 我差不多接近每一次出庭 我一上車就閉上眼 假裝睡覺 有時候睡得著 睡不著 我也不會開眼 因為很要命 因為去灣仔地園的途中 會經過我的家 東區走廊 香港島人 所以經過所有地方 我都很熟悉 那種心情真的相當複雜 我索性是不敢看外面 一直閉上眼 直到架車進去地園的地牢為止 因為當時還有一個心態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可以再自由地在香港 可以逛逛逛逛逛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真的不想看到 所以真的很難形容 那種感覺 到了法院 黎珊就去西九龍 每一個法院都是 那個地方 不會有什麼人見過 就是地下的籌室 每一個法院都有地下籌室 你去到下車 很多懲教人員招呼你 每一個法院都有懲教 懲教交給懲教 監獄的懲教交給法院的懲教 然後帶你進去 又要再重新 又要再驗身一次 守身、驗身 通常都是手下 大家有沒有煙仔 究竟裡面有沒有煙仔 吃的呢? 不說了 OK? 自己心領神會 然後 然後 到地下的世界 又是一個相當難頂的世界 首先 我經常第一件事想 每次去到法院 我就會看那些懲教職員 究竟在這裏 十年八年功 那裏大有人在 在那裏 十年八年功 究竟是一個什麼 會回到人 會變成怎樣 其實他們沒什麼事情做 沒什麼特別事情做 每天就是陪你坐牢 那裏裡面是很陰森 其實還比法院的地下囚室還要監獄 即是法院的地下囚室 很安靜 他們又沒什麼事情做 就像一個安保的樣子 但有些人真的做了十年八年 做了一份這樣的工作 所以我又會思考一下 為何他們不走 因為在懲教道 在地下法院這樣坐 他也有幾筆東西 但是如果他不做這份工作 我是黃絲 我現在不做 那麼多工務員守則 我現在不做 他真的誤會 因為他走出去 他可能賺一萬元 也不知道是否賺到 這就是他的盤算 我覺得是一份很悲哀的工作 接著 我們大概九點多鐘 會到法院的地下室 我記得當時會是兩點 我當時經常上櫻圈 很不幸 都是兩點半櫻圈期 兩點半就很慘了 你九點鐘就去到地下囚室 我早期敏感的時候更辛苦 他們是找一個特別的龍去找我 即是不會有其他囚友 後來就鬆了 四十七人進來 我變成了普通囚室 然後 每次上櫻圈 我都會和六七個 每一個龍都會困住六七個囚友 然後這些囚友 其實是不同的時間 有些是九點半上庭 有些是七十一點多上庭 有些會今天拍判刑 有些會過堂 很多不同種種都有 那我就慘了 我通常都是兩點半下午 由九點鐘到兩點半 我都是在那個龍裡面 其實是沒有事情可以做的 後期我就會 帶一本聖經出去看聖經 還有會寫一到兩封信 大把時間給我寫信 就在那裡寫信 但又要看看有沒有位置 因為不同的法院 地下囚室的桌椅都不同 有些是小到 你根本是做不到事情 接著 一大班囚友在那裡 你看著很多不同的 如果我兩點半上庭期 我看著其他那些囚友 就是上庭期 上完去 上完庭期就會帶你下來 那你就等車離開了 等車離開了 這下又慘了 OK 例如 他們其實會在十一 十二點鐘左右 和三點鐘左右 大概都會有一輛車 就會載回一些囚友 去赤柱監獄 赤柱監獄的安排就是這樣 那我兩點半上庭期 怎麼搞呢 我兩點半上庭期 十二點三點鐘 那輛車已經回到監獄 然後我差不多 很多次都是整個地下囚室 只剩下我一個人 即是我上庭期 還有很多庭期 其實都是過堂的 兩點半開庭期 然後三點鐘左右 就退停了 然後我就剛剛好 就錯過了那輛車 然後呢 你可以在這裏 香港政府、懲教、法院等 就是保證你 你放心 你不會在法院的地下囚室 那裡過夜的 最後就會有一班車 這班車就是最後一班 5點多、6點 頂他的肺 5點多、6點 就來找我一個人 然後那輛車還沒有直接回赤柱 從灣仔回赤柱 你也很難頂 然後還要從灣仔 先去高原 我那輛車經常都是這樣 去高原 接著高原的囚室 然後再開車 駛往赤柱監獄 然後回去 回到的時間 已經是晚上7點 即是說 你那天上庭 OK 就會煎熬你 12個小時 離開這個監獄 做我以上做的事情 那你試想一下 黎山這80天的審訊 是多辛苦呢 每一天你都要這樣去做 OK 我告訴你 如果你... 我舉一個例子 如何辛苦呢 我試過9月 即是22年的9月 那就... 講清楚了 9月1日和9月2日 我有兩天要上庭 然後那兩天就會判決 OK 那我就... 律師提醒我 因為我不懂 他就說 你一號 你都很整齊 整個監獄的事情 即是所謂的那副身家 全部都整齊 因為有時候 法官就會早一天判 那... 我如是者 9月1日 就整齊 整齊 所有的身家 我有很多書 以前都講過 即是去搬屋 那樣 三、四袋東西 三、四袋垃圾袋 連同你的日用品 毛巾、牙刷 所有的東西 總之... 即是... 要收拾的東西 全部都整齊 那我一號 就是收拾三、四袋東西 OK 就做剛才所說的那些 那些程序 紙毛房 逐袋逐袋抄 簡直像大龍鳳一樣 然後很不容易 上了車去到法庭 然後等上庭 上了庭之後 一號沒有判到 那我又再回庭 回到赤柱 然後第二日 2號 我又再回庭 那2號判了吧 第幾句 2號說 押後一個月 OK 因某種原因 那些不說 押後到10月7日 我2號又要把身家 再搬回到倉 然後... 10月7日 我終於都可以 那一晚 真的沒有停 還要把東西收拾出來 因為我還要在倉上 要多過一個月 然後到10月7日 那天判 那我又要重新收拾好東西 又要再這樣 如是者出出入入 到10月7日 真的判了 我又要把身家 那晚由法庭 帶去荔枝國 然後去荔枝國 又要過幾天 過幾天 決定我去哪個監獄 復營 復營 一個月 然後我又要去逼屋 總之這裏每一程 我都要拿著三四大袋 所以... 是一個很折騰的動作 所以... 上庭就不太過癮 那這裏 czas人算稀先 我覺得可能是太過癮的 80天那些 很多手足的暴动罪都有几十天 是相当之辛苦的一个过程 我也很替他们辛苦 七十多岁 黎珊 你每一天晚上回到 7点、6、7点回到赤柱 究竟是什么光景呢? 第一 如果你是在横辣的状态 幸好 你的私饭仍然存在 就能让你吃个私饭 不是 你晚上回到 又吃一碟 很冷 很难吃 即是 直接有作呕的感觉 那碟监房饭 那吃又吃又不吃 就罢奏 然后就回到 然后就在指模房里 又要经过一轮的 检查等等 又是再重复做回摸光珠 炎屁眼 炎性器官等等 全部都做回一次 换回你的酬意 然后就等人带你去 不知道几点钟 有时到八点 九点会不会 少一点 大家可能晚上到八点 在监仓到八点 已经是相当晚的 然后就回到你的酬室 其实很多人已经 很多人都可能已经睡觉了 然后你回到已经根皮力尽了 回到监仓 你想一下 如果你连续七十天八十天 不要说连续十多天 你回到去就立即参加睡觉 睡醒了六点 你又重复 又是这样 不断地在这里 永结轮回 这样做 做这个动作 听得好像很好笑 或者说得很好笑 但是你看回头 如果经历过 你真的一点都笑不出 还有就是 还有一件事 就是 我们坐牢 可能大部分人都是 我们不想生活很忙碌 或者变化得很大 最好稳定 每一天都是这样 所以上庭其实影响了你 正常的生活节奏 譬如说 你晚上本来在看书 OK 他他他条条在仓上看书 但是你上庭那些时间 你做不了 人的精神集中不了 很累 还有 你不要忘记 你想七八十天 这些这样 就 中间还有很多时间 你要出庭作证 就是要上去作工的 那你作工的时间 就更辛苦了 你晚上回到 譬如说 你已经准备第二天 是轮到你作工的时候 你要做功课的 OK 在庭上作工 是不能拿着稿 在你读 没有电脑给你 全部东西要寄进入脑 你很复杂的 因为你有变方的 盘文 还有控方的盘文 你少一点精神都不行 特别是控方的盘文 所以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告诉大家 就是想大家知道 无论是林卓廷 或者 林卓廷 其实 这段时间 开始都准备 721都要轮到他作工的了 黎智英先生也是 每一天 于心何忍 一个七十多岁老人家 每一天都要过一些 这样的生活 比大家想象中 其实是会 辛苦很多的 你想象不到那么辛苦 没有办法 我每一天经常看着这些画面 其实都会想到你自己 上庭的时候 那些辛苦的事 其实上庭的时候 很多囚友都会 有些囚友 有没有事情是会开心的 有的 有的 刚才说过 那些囚友都会喜欢 出去看看风景 游一下车河 因为你都明知那一天都是过堂 如果一次半次 就没什么所谓 有些囚友的心态 还有 那一餐 晚餐 午餐 如果一般囚犯 没有什么要求 法院地下囚室 会提供一餐午餐 那一餐午餐就是一碗粥 加一块面包 那一碗粥 通常都是有 微豆粥 红豆粥 那些粥 白豆粥 黄豆粥 那些 那一碗粥 当然不会 易耿 你要自己带着 浪口钟出去 搅拌粥 但是还有一个 就是很多囚友都很期待 就是 通常都会叫 自己的家人 那天 帮他们安排一个在大家乐买的 外卖 的 承教只有一碗 容许 那一碗粥 只有一种 没得选 就是 粟米香腸饭 这个饭我现在想起都流口水 那你说 什么 我有空去大家乐吃 你不会有感觉 为什么 你每天吃尽山珍海味的时候 你怎么会 稀罕一个 粟米 香腸饭 一条香腸 粟米汁 还有些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个饭 因为如果你每一天在吃赤柱的监房饭 完全没有味 你就会知道那个粟米香腸饭 再搭一杯汽水 雪碧或者可乐 通常那些人都是选择汽水 因为我们在里面没有汽水 所以很多囚友 就上庭那一天 全日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粟米香腸饭 我也觉得很好吃 我也试过一次 脱鹿的 帮我安排 这个饭的 那个朋友 其实好像说不关事 总之大家落了单 来到没有那个粟米香腸饭 你知不知道那种失落感是多大 但是也好 很多囚友都会很 大家都知道分享 大家都知道没有那个饭吃 有多么痛苦 其他囚友 有两三个囚友 每人就搭一两斤 放在朗柳中 你又两斤 我又两斤 他又两斤 那我就可以吃了 接着就刺一口 唱祭给我 真是比鱼翅好吃 不是开玩笑 这些就是 令你会学懂 什么叫珍惜 什么叫感恩 小小东西你就会觉得 原来 就会很开心的 这些是一些很好的领悟 感谢上主 所以 大家继续支持黎珊 去到法庭里看到黎珊就知道 他比我们上庭辛苦很多很多的 我们就比如说11点半 你在外面听审 11点半 举例 你就10点 10点11点才去到法庭 其实黎珊一早9点钟 就已经在这里 坐定定了 就 很辛苦 而且 他是单独囚禁的 不要忘记 好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听一下算 没什么所谓的 接着 希望大家 去听审的香港人 拜托 心度 带着我们 带着我们一起 去每一天 为黎珊打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